大家好,我是Rocko的Jack 那今天來跟各位聊聊工廠的微韻保養系統 那工廠的微韻保養其實是一塊非常容易被忽略 但又十分重要的部分 那一個好的微韻保養系統 不但可以降低機器的停機時間 可以提升產品的製造品質 降低整體的成分 那工廠的微韻保養系統 主要分成三塊 那分別是 被動型的微韻 還有預防型的微韻 以及預測型的微韻 那被動型的微韻呢 主要是針對人員的配置 以及備品的採購 去加快我們整體的響應時間 那預防型的微韻呢 主要是透過資料的建立 以及 定期的保養 去確保生產 可以按照計劃執行 工廠去導入 預測型微韻的目標 是要大大的降低整體的 非預期的停機時間 那該怎麼導入 這種預測型的微韻呢 首先 我們要從系統 或機台當中 去擷取這些 realtime的data 那透過這些realtime的data 匯整 我們可以變出 有關於系統 或機台中間的資訊 變成information 那這些information呢 經過整理之後 慢慢可以匯集成 許多的人 關於系統 跟機台的知識 那這些知識呢 經過整理之後 善加利用 我們把它植入到系統當中 它可以協助我們 去做更正確的決策 那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協助我們 去優化 整體的系統 那 導入這樣的預測型的微韻呢 除了可以降低 整體的unplanned downtime 之外 還可以協助我們 降低 整體的 微韻的成本 再來是可以及早 幫我們發現工廠內 可能有的問題 那更重要的是 可以協助我們做出更正確的 動作 跟決策 那Rocco這邊呢 其實有許多的產品 可以協助工廠 做到 預測型的微韻 那接下來呢 我們Rocco就會派出 我們的產品經理 跟各位介紹一下 可以怎麼樣透過這些產品呢 做到預測型的微韻 大家好我是Ryan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到 馬達的預測性維護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馬達在運轉的時候呢 它的這些相關的訊息 都有特徵值 我們只要經過 震動Sensor 經過分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數值量化 那這個量化的數值 就可以讓這個user 作為一個 核實該做保養的重要依據 除了馬達之外呢 便民器的使用 在近年節能減碳底下 它也是大量的在被使用 那Rocco會爾 Purfeit 755T 由我們來獲得 美國專利的 預測性維護的 這個方法 那它所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將 便民器的 關鍵的元器件 的壽命模型 都在實驗室 建置完成 之後呢 它在整合進 控制器裡面 那當便民器在運轉的時候呢 它會時時的去監控這些影響壽命的這些因素 最後呢 將這些因素整合成一個 剩餘壽命的這個數值 那使用者就可以用這個剩餘壽命 來作為核實該做保養的這個依據 那接下來我們將時間交換給Jack 除了上述的產品 可以協助工廠 達到預測性的運用之外 Rocco也具備 預測為運的平台 可以去各個系統跟機台搜集數據 協助我們找到 系統中的一些問題 它可以用機器學習平台呢 幫我們找到 一些異常的狀態 也就是所謂的 Anobly Detection 那 透過 導入Rocco的預測行為運用台 我們一般可以協助客戶降低 整體的成本 大概到10% 那提升整體的效率呢 大概到44% 再來是降低 MTTR 大概20% 然後再是降低 Unplanned Down Time 到27% 那其實像這樣子的平台 Rocco在台灣我們有許多的時機 包含我們有幫一個石化廠的客戶 針對他的分析儀 去做預知的保養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協助他 降低他整體的NTTR 到達40% 我們可以提前知道 在管線系統中 發生的哪些問題 會對我們的分析儀造成影響 我們也有在半導體檔 當中 去針對 變平器 去做微運 那透過這樣的微運呢 我們可以提前知道 變平器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加快我們的響應時間 大概到了 50%左右 那透過這些方案呢 其實我們可以大大 降低工廠整體的微運的 成本 由於過去工廠 其實缺乏設備履歷的完整建制 因此我們在導入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先協助 客戶去建立 所謂的設備履歷 以及預防保養的機制 透過蒐集足夠的歷史數據 找出 設備的異常行為 一步步建立起 預測型微運的基石 那在Rocket的方案當中 其實我們有許多方案 是可以針對 設備的 預測性維護進行升級的 那在了解如何導入 預測型微運之後 下一集 我們會跟各位探討 該怎樣透過擴增實境 進行工廠微運的升級 那我們下一集見 再見 我們集中的 Caitlin 下集中 消息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